大家好我是哲偉 那我今天要提的 专案是台南市的这个温室气体减量行动地图 那我们目前这个专案也有一些参与者 那包含这个 AN SEL 还有VIC 还有我 那另外还有一位协力的RR 那主要是我们这个提案 希望把台南市这个范围 行政区范围里面 跟这个温室气体减量的行动的地点 把它找出来 因为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有一些 行动的作为例如说 种树可能会 吸收二氧化碳 或者我们这个节能的设备 钛换也可以做 节省 那这些地点或者说有没有哪一些地方 位置可以更适合做哪一些措施 这部分我们希望透过地图把它整理起来 所以我们会 去收集一些类别 所以目前画面上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大概归纳说 以台南市这样的都会地区 有一些减量的类型 那这减量类型包含绿资源 或水环境 可能各位有听过像湿地的环境 或者说农业的减量 本来的农业作为里面 可能减少一些 化学肥料的使用 或者其他的农业技术的导入 让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更少一点 到了建筑物的部分有所谓的 低碳的绿建筑 或者营造工程里面 也很注意到这一块 也可以做一些节能减碳 另外跟企业比较相关的 像碳盘查的计划 这个大的企业体到底 在台南的工厂有没有做自己的碳盘查 或者有一些碳补桌的技术 所以这部分我们就会去找这些领域相关的 可能是政府的资料 或者民间的工协会的 已经整理成的资料 那我们就把这些地点 有一些已经完成的地点 他就等于是一个案例的位置 那有一些部分是 他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 但是还没有真的投入资金 或投入技术 单位去做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简单的网页 它背后其实就只是一份 CSV 但有几个栏位 例如说这边有一个减量类型 就刚才提到这些类型都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们就选这个探补桌技术 因为也只有一笔质量 就是陈大在安南校区里面有做一个示范的碳补桌工厂 也就是他希望是直接从二氧化碳抓下来做一些再制品 那他除了碳补桌之外就可以去找其他的类别 假设我今天这个 以水环境经营 你就会看到在台南这个周边有一些湿地 如果再选这个 以完成或可洽谈合作这一块的话就可以找到一些 可能是重要型湿地 可以再去谈一些减碳工作的合作 所以我们有大概抓了两个栏位 一个是减量类型跟 执行的状态 就也是说希望找到一些还需要资金导入的地点 让 有意愿做工艺减碳或者是投资的单位一起来思考 下面都有一些详细的资讯 好 时间到了 谢谢 谢谢泽伟